刚刚划过一道闪电,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 大家好,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又独奶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我们都知道,每年的选秀大会前最让人关注的话题 不外乎谁才是最后的状元 这一点即使是在像今年这样的选秀小年也是一样的 在选秀大会开始前,谁是状元的讨论就围绕着爱德华兹、怀斯曼、鲍尔展开了 他们三个各有所长,一个被誉为下一个闪电侠 还有两位,一个是顶级内线,另一个是狼佐鲍尔的弟弟 并且征战于海外职业联赛 可以说,都是本届选秀当中的佼佼者 而随着手握状元签的森林郎宣布摘下爱德华兹,悬念也最终揭晓 这位模板是伟德的新科状元 新赛季能否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森林郎会不会在下一季一扫紫前的阴霾 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到来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二灵界的状元狼 安东尼·爱德华兹 今年年初,爱德华兹反超了怀斯曼和拉梅洛鲍尔 牢牢占据了The Athletic、体育化报等专业媒体选秀榜单中的榜首位置 在此之前,无论是实力还是名气 爱德华兹从来都没有展现出如此巨大的优势 论实力,怀斯曼一直是那个被普遍看好的球员 论名气,球跌的大放厥词和海外赛的曝光度 让鲍尔一直以来都处于各大权威体育媒体新秀榜的前列 这让人不免好奇,这个01年出生的年轻得分后卫 13岁之后才开始接触篮球的矛头小子 究竟是靠什么赢得了全美各路专家和球评的认可呢? 没错,在13岁之前 爱德华兹主公的项目并不是让他躋身一流体育联赛的篮球 而是在美国更加受欢迎的美式足球 而他在美式足球领域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就 就像报道中所说的那样 爱德华兹曾经被评为全美最值得期待的跑位之一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对橄榄球的激情逐渐退去 篮球逐渐成为了他最爱的运动 他渴望在篮球场上证明自己 而他在橄榄球领域取得的成绩 也证明了他在动态身体素质上是极具天赋的 这一点在他随后的篮球生涯中 很快便得到了验证 很快 爱德华兹便在高中联赛中扬名立万 他入选了全美一线队 参加了麦当劳和乔丹的经典邀请赛 高中的最后一年 爱德华兹可以得到场均29分 九篮板两助攻 这样的优异表现 也让他一跃成为同年龄阶段下 全美最好的得分后卫 他在全美的高中生中 排名第四 诸如北卡肯塔基这样的篮球名校 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在经过了一番思量之后 爱德华兹选择了自己的家乡学校 佐治亚大学 而这可能是他在迄今为止的篮球生涯里 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汤姆克林 这位佐治亚大学的主教练 就是爱德华兹选择加盲球队的重要原因 他有着丰富的执教履历 在对重型后卫的培养和调效方面 颇有自己的心得 在他漫长的执教生涯中 就有两名重型后卫的弟子 广为人知 韦德和奥拉迪波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身高196公分 体重达到102公斤的爱德华兹 会拒绝北卡和肯塔基的邀约 选择加入佐治亚大学 这位年轻的后卫想要和他的前辈们一样 追逐传奇的脚步 而事实也证明 他确实有这样的前置 整个大学生涯 爱德华兹场均可以得到19.1分 5.2个篮板 以及2.8次助攻 如同韦德奥拉迪波一样 在克林教练的指导下 爱德华兹调校成为了那种 既拥有厚实的身材 也可以结合速度与爆发力 来突破对手防线的突破手 在得分后卫的传承 遭遇断代的尴尬时代 爱德华兹让整个篮球世界眼前一亮 他也就此成为了状元热门 那么如今已经被森林郎 用状元签选中的爱德华兹 能够为球队带来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 爱德华兹是个优点和缺点 都非常鲜明的球员 他已经有了NBA后卫级别的运动能力 力量和爆发力 爱德华兹在转换进攻中的杀伤力十分明显 每回合能拿到1.201分 超过联盟81%的球员 不仅如此 身高196公分的他 臂展达到了惊人的2米1 身体强壮后势 速度快且极具爆发力 是个不错的挡拆手和单打手 很适应现在NBA的球风 他可以利用第一步速度的爆发力 甩开防守者 然后轻松获得空气的机会 哪怕是利用运球 以及身体蛮干的情况下 爱德华兹也能打出不错的表现 而他优秀的身体素质 也让他在防守端很有侵略性 可以从1号位防到3号位 有成为防守专家的潜质 可以看出 爱德华兹和过往的天赋型选手们一样 拥有着让人眼馋的身体素质 只是凭借身体打球 就已经成为了NBA的状元秀 但是人无完人 爱德华兹也一样有着很明显的缺点 那就是并没有利用好自己劲爆的身体 身高1米96 体重102公斤的他 在面对相同位置的防守人时 具有很明显的身体优势 他完全可以通过强突轻松取分 或者造成对手犯规 杀伤对手对他来说 本该是最容易做到的事 可是他在半场阵地进攻中 却有66.7% 都以自己不擅长的跳投作为终结手段 而这让他在投射方面的缺陷暴露无遗 他的跳投每回合只能得到0.767分 比72%的球员都差 他的投篮实在是有点不堪入目 这一点在选秀视讯时 也是让众多观看视讯的球探们大失所望 可以看出 爱德华兹的投篮能力还是有很大的缺陷 在打法上也仍然停留在依靠身体素质区分的阶段 进入NBA 他将要面对的是远超NCAA级别的对抗强度和防守压力 在他的第一个赛季 爱德华兹很可能无法再有漂亮的数据 他要学的还有很多 新赛季 在球队拥有唐斯和拉塞尔这队全明星组合的情况下 森尼朗并不急于培养新人 爱德华兹的球权肯定会受到限制 他在球队的主要任务应该还是防守 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 即使他的投篮能力比较糟糕 但是他仍然是一名不错的重型后卫 超长的臂展和蹲射的身形 让他可以在防守端防守多个位置的球员 这将在防守端为森尼朗提供很大的帮助 另外擅长突破的爱德华兹 在新赛季也可以提升球队的活力 成为球队阵容当中的一柄尖刀 在教练需要的时候 站出来杀伤内线 选择爱德华兹 对森尼朗的冲击力将会是一个不错的补充 爱德华兹三岁的时候 父亲给他取了蚁人的绰号 在得知自己被选为状元时 爱德华兹从家中的沙发上微笑着起身 背后是他已经去世的母亲和祖母的画像 曾经的小蚂蚁已经长大成人 他已经准备好在NBA大放一彩 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了